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下单之前她给我发的也是这个酒店 于女士交了钱 两个人总共9991块 5月31号晚上他们到了巴厘岛 于女士发现入住的酒店名字和店员告诉她的不一样 因为那个名字好像有点对不上 我说不是阿斯顿酒店吗 为什么住的是这种叫瑞什么来的温泉度假酒店 后来直到有一天导游跟我们说阿斯顿酒店在我们隔壁 我才反应过来 于女士说实际入住的叫瑞萨塔巴厘岛假日和温泉酒店 条件不是很好 推开门就能看到一堵墙不太美观 她后来才发现旅行合同上写的也是这家酒店 合同上写的也是这个酒店 因为名字太长了 那我不可能 那我就是认识 那我就是认为她发给我的那个酒店 就是我要去住的这个酒店 于女士当时就联系了给她发酒店信息的那位工作人员 她说她要问地接 然后问地接地接给我的回复也是模棱两可 你为什么要找当地的旅行社呀 你为什么有问题你不找我呀 于女士告诉记者 等她回到杭州后 这家屠牛门店没有主动向她解释事情的缘由 她多次拨打屠牛旅游的官方客服 昨天一个男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 跟我让我来气的是说 那个发给你的酒店 不一定就是你要住的酒店呀 我在想不是我要住的酒店 你发给我看干什么呢 然后他说看你 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理解成说 看你住的这么可怜 我们公司一人给你赔100块钱吧 就是两个人给我赔200块钱 我说我不需要这个钱 采访当天 这家屠牛旅游门店关着 门上有个电话 记得打了过去 工作人员说去培训了 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老早跟她沟通啊 所以具体情况 我们到时候会跟你好好地讲解一下呢 工作人员说 会有专人和记者联系 记得等到第二天下午 依然没有收到屠牛方面的任何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